如果這個下拉清單裡面的元素 那下拉清單裡面的元素其實指的是什麼 這個元素,你會發現它的元素指的是這一串 所以不對 因為如果你假設抓這一串,拿過來比較,不對 所以這個比較特別,比較容易出錯的 就是這個不能是用下拉清單的元素 而應該用什麼呢?應該用變量 特別是這個比較特別 這個變量的話指的是你必須取得什麼資料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特別注意 這個變量的部分的話 我要取得下拉清單裡面那個東西 所以你可以先取得資料,先拖拉過來 然後這邊有個下拉清單,它叫選擇項 特別是這個 它的資料就會丟到選擇項裡面 這個比較特別 這一題比較容易做錯的地方在這裡 選擇項指的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剛剛點下去的那個叫選擇項 所以選擇項的話有點像 這個叫選擇項 所以 不能選擇那個元素 記得選擇項是這個 也就是在選擇項裡面選了哪一個 它會丟過來 這個叫選擇項 所以特別注意變量裡面呢 找到選擇項 這個比較容易做錯 好,那把這邊通常改變一下 按右鍵複製一下 所以把這邊一樣丟到垃圾桶 這邊有個垃圾桶,有沒有 把它丟一下 它會打開,我覺得這種設計還蠻OK的 放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再複製一個 這個,然後把它丟進去 放在這邊,按右鍵再複製 然後再丟這裡 其實我覺得這個 寫這個程式的過程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因為完全都是圖形化 而且 之前你們在學習的 我覺得好像同學對於這個接受度還比較高 所以以後如果像 VPA如果也能夠像這樣的來寫程式 應該蠻快樂的 但沒辦法 好啦,那寫完之後OK之後 所以邏輯應該知道吧 所以這個慢慢你們要習慣一下 就是當我下拉清單 所以這個是當下拉清單 它被點擊的時候 那我就取得一個控制 控制的話呢 特別注意就是 從這邊找到控制裡面的其中一項 三個嘛 然後可以做變更 這個齒輪的地方可以變更 那你可以看你要增加或減少 可以從這邊 然後 就是在做邏輯判斷 這個拖拉過來 取得控制項如果等於 運勢 一個文字的話 記得文本 OK 把這個拖拉過來 然後去變更什麼 變更標籤裡面的文字 標籤裡面的文字 設定嘛 應該是標籤裡面的文字 應該這個文字在這裡 然後改變 好啦,那做好之後的話一樣 把它打包 APK 那我剛剛已經打包過了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打開之後的話呢 點擊運勢 它運勢出現了 點擊事業的話呢 事業出現了 有沒有 事業是什麼 流年盤 終極星 好啦,不管 反正就這些 熊神敬老師 這誰啊 建議打工人士 什麼不要再 好啦,反正不重要 OK 主要是它有變動就比較重要 愛情的話呢 愛情這什麼 相害之年 什麼 又欲賢詩 未有戀愛的男女 很大機會遇上異性垂青 OK 好啦,反正有興趣同學 自己看一下 那寫得有點 這什麼 好啦,我怎麼會抓這個資料 OK,好啦,財運 那財運的話 OK 表示說呢 這次有變動就OK了 至於裡面寫什麼 你們有興趣自己看 好了 好,那鼠的部分就OK了 所以你把它點擊 這都可以 有沒有,可以變動的 好 那所以這個做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 完成老鼠的部分 那接下來當然我要切到牛年 所以目前牛好像裡面沒有 牛好像目前把它back回去 牛裡面其實是 只有運勢而已 還沒改 那一樣的道理 你們可能因為這個地方S02 可能要把它變更一下 那至於要怎麼變更呢 一樣再切切換回那個剛剛的那個 畫面編排 切回來嘛 這邊可以切來切去一下 這邊可以切換 然後一樣的話找到S02 那所以這邊的話可能改的方法都一樣 但是它這個如果可以直接拿S01來複製過來 應該更好 可是它好像 沒有一個可以直接幫你把它丟過去的方法 所以變成 蛤? 可是這邊沒有背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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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式才有啦 程式才有啦 我知道程式這個可以啦 但是 連畫面都可以嗎 好啦 找找看好了 我也想要再找這邊是不是有個像背包一樣 不然的話變成你要重寫這個程式 這個地方好像它變成S02 如果要一樣的話 這邊好像就沒辦法變成還要重做啦 你們找找看有沒有一個功能可以直接像背包 那個背包的話是可以 它可以切過來的 比如說S01這邊有的 你可以把它放在包包裡面 那這個包包裡面就會有這一段程式 那如果你要把它切到S02的話 那你可以再從包包裡面把程式再取出來 點它一下 程式就過來了 不過它變成有兩個 三個 怎麼這麼多個啊 蛤? 放太多次了嗎 OK 好啦 反正再找找看那個功能好了 那一樣可以透過包包可以把那個 下拉清單 沒有啊 一個而已 剛剛眼花了嗎 好啦 那S02裡面就會有一樣的程式嘛 可是它的畫面可能還是要自己去把它增加一個下拉清單 不然你會發現這邊叉叉 表示說它找不到下拉清單 下拉式選單一 所以你還是要到那個S02裡面 自己去把它增加這個 所以一樣把這個刪掉 然後自己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這個下拉式選單 把它拖拉到上面 等於動作跟剛剛一樣 然後 這個元素部分因為剛剛有做過 所以你可以把它直接複製過來 然後選中項的話呢 這邊可以運勢 那提示的話呢 你就一樣輸入請選擇項目好了 這個應該比較簡單 你把它自己加一下 把這個放在這裡 好 那這樣OK之後 程式的部分 應該這邊就會 這邊應該就會偵測到 目前本來有叉叉對不對 那因為我加了一個下拉式選單一 所以這個OK了 那至於其他這些項目內容 可能你還是要重新貼 因為牛年的運勢 是這一個 什麼犯太歲 所以Ctrl C 然後一樣可能你這邊把它貼上 然後這邊再切過來這邊 4頁的話一樣Ctrl C 然後把它貼上 這邊的話是這個 所以有四個 四個把它重貼一下 那一樣把它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切回來看一下 S02 OK 那另外的話底下這個 這個 這個叫標籤 我們用標籤啦 所以這個其他設定不動的話 應該OK 那把這個打包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時候S02 就是牛的部分也OK了 那我大概改了幾個地方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把剛剛的下拉式清單 一樣把它再做一遍 那這個程式的部分 你不用重寫 因為其實你可以透過那個背包 你可以把 S01裡面的那個背包 程式先丟到包包裡面 然後再從S02裡面 再把包包裡面的程式抓過來 其實只要改它裡面的項目 這樣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其他的部分 再run一下 這樣下載 我是覺得這 這run起來 目前感覺 其實還蠻順的 OK 然後這個 牛的部分 然後看一下 這邊運勢 事業 有動了 愛情 愛情也有動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那總共的話 因為也有十二個生肖 所以十二生肖變成十二 十二個那個畫面 那可能還是請同學 要再把它加上去 那因為十二生肖裡面有十二 每一個生肖裡面都有四種不同的選項 包含就是那個運勢、事業、愛情、財運 那這個可能還是請各位 就是做一個 可能還是要做一點苦工 就是每個都 可能要把它貼一下